师傅 我昨天吃了你的一个瓜 吃什么瓜 主题你朋友不是过来玩吗 然后他们在聊天 他说你以前有开那个什么冬瓜中火锅 然后又倒闭了 没了40几20万是真的还是假的 又提那个那件事情 我算是很伤心 是因为味道不好吗 味道那个挺好的 那为什么会倒闭 水土不好 我可以吃一下 我帮你分析一下为什么倒闭 你不要给我上口罩再杀人了 所以我帮你分析一下 你就想吃嘛对不对 他昨天说的时候就想吃 那我舍命排行程 我到隔壁南大家去拿个冬瓜回来 好吃的话我给你投资 好吃的就是我们这补贴这不行 那我们试一下吧 好 走 一般我们这个下面不会漏 但是这个我是不让大家怎么知道不会漏 这个是师傅的秘方 师傅为了弥补你瘦山的心 我叫司机去买了一条鱼过来 吃了就不流泪了 你猜它是海里的还是河里的 应该是海里面的 这个是淡水鱼 这个是澳洲伦文斑 它是澳大利亚的国宝鱼 但是我们国家在2014年就已经实现了对这个鱼种的一个养殖 只是我们这里不常见而已 它这个鱼可以长到很大 是目前可以长到最大的淡水鱼 这一支是我们国内养殖的 国内养殖不可能会养得很大 而且你猜这个鱼一斤多少钱 应该十来块 一斤七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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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楞枝里的淡水鱼没有这么贵的 听说它的肉很细嫩而且很白 师傅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斑纹是有点类似我们的那个石斑 今天就拿它来配合你的这个冬瓜忠 冬瓜忠 拿来涮 我现在就做冬瓜的造型 哇 这点好少 这种衣裳的很黄 你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开了多久 开了好几个月 很多客人觉得外面烧不开 永远都烧不开 会烧开 很慢很慢 我们搞了很多的事业 冬瓜持有什么大 然后我们十个人做起来吃一个冬瓜 你看老年下就埋炭了 又加炭了 又等多长了 所以这个火锅我是 师傅在跟我分享他曾经的那个血泪丝 真的我真的对不起我三个我最好的朋友 一个都亏了 他们对我这个真的很信心 在这里我真的欠他们说 对不起 真的没事啊 这种投资 没有办法说什么投资都能赚钱 那每个人一投什么就赚 但是师傅我真的觉得你以前都是靠半酒席 涨下来的钱 真的是辛辛苦苦涨下来的钱 不要轻易去投资 真的师傅我倒是觉得你可以放回你的专产做酒席 这个废了是不是要把鸡肉放进来 鸡肉不能超出的 鸡肉世界放进去 他人家这个汉真的很浓 就是我从那个广州那边取回来 真的去投取回来 其实这个冬瓜锅在那个河山那一带很火爆 名字叫什么师傅 瓜博士延伸锅 这个名字取得也很好 对 确实很有创意 而且这个冬瓜中也很养生 对 冬瓜火锅我就建议大家家里可以操作 一家人慢慢围着吃 对 但是如果你要去创业我真不建议 太慢了 好快 打鼓 谢谢师傅 看一下 肉制是细嫩 鱼味也挺浓重的 但是有一点土腥味 淡水养殖的鱼都有土腥味 我觉得应该弄辣的 辣的可以盖住它的那个土腥味 我可以给你拿到外面了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深海石斑鱼比较好吃 我不知道它这个鱼是不是养殖技术比较难还是怎么 所以一斤70块钱 我是觉得有点不值性价比低 真的 这个汤喝起来真的非常奥利给非常养生 就是自带的那种甜味 对自带的甜味 这个鱼用蒜这个腊锅 然后就盖住了它的那个土腥味 挖出来这个冬巴可以吃 我真的觉得我的那条澳洲龙纹斑 配不上你的冬瓜中 真的 我以为它这种70块一斤的是不会有土腥味 而且我看了它的那个这种鱼的介绍 就是说大家好像很喜欢 那我就买不买了 真的 这个也是跑不了土腥味 但是它的肉吃起来跟我们深海的石斑鱼差不多 但是它没有我们深海的石斑鱼香 那就是今天我们听了师傅的创业故事 吃了师傅的独门冬瓜中 还是受益匪浅的 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